华为真给力,全面屏,AI双摄正22瓦快充,最便宜的麒麟970降至2399。 华为手机近年来的发展非常迅猛,麒麟芯片作为华为自主研发的芯片,也是国产的骄傲,经过多年的发展,如今与高通骁龙、三星等巨头厂商差距逐步缩小。 当下华为最强的旗舰处理器是麒麟970,目前华为荣耀多款旗舰手机搭载使用,其中华为Mate 10系列和P20系列售价还是比较高的,近年来华为手机越来越贵,也频频被网友吐槽了,所以说荣耀系列才是收入不高的年轻人的首选。 比如目前这部最便宜的麒麟970,荣耀V10。 首先在外观设计方面,荣耀V10正面采用的是大众的5.99英寸18比9全面屏,分辨率为1080p,LCD屏幕材质。 与多数搭载后置指纹的全面屏手机不同的是,该机采用的是正面指纹识别,前置空间体验上还是挺不错的。 背面采用金属材质机身,U型天线设计,纳米柱子工艺,6.97毫米纤薄机身,重172克,不足一点事后质双射比较凸起。 整机手感还是很舒适的,拥有幻影黑、魅力红、香槟金和极光缆四种配色可选。 其次在硬件配置方面,荣耀V10搭载一颗麒麟970处理器,10奈米工艺制程,CPU主频高达2.36级克兹,安兔兔性能跑分达21万多,标配4G正64G,最高尾6G正128G搭配。 摄像头方面,前置1300W,支持AI美颜,后置2000万振1600万AI双摄,支持双摄变焦,大光圈拍照,在AI的加持下,能够智能识别场景拍摄。 内置3750Mor支持快充,22.5W,运行基于安卓80开发的IMAI80智慧系统。 其他方面,人脸解锁,红外线功能,Tide,C接口,多功能NFC,传统3.5毫米耳机孔一一具备。 最后在价格方面,目前华为P20D配版荣耀10已经开卖一段时间了,而作为上一代旗舰,V10为了给新机让路,目前标配版来到了2399元。 作为荣耀系列的性能担当,这部荣耀V10即便是现在依旧保持着很高的性价比,虽然荣耀10的发布时的V10热度减少不少,但是还有自身优势的,性能一样,但续航更好。 虽然外观没有玻璃机身的石炫耀,但是玻璃有一点不好的是一张指纹,而且不小心摔在地上一碎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